汪文斌表示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现实威胁 是台湾民进导当局拒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顽固推进台独分裂活动 试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 美国 日本等个别国家 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从政治 军事 经济方面 同台独势力勾连呼应 对台海局势紧张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维护台海和平 就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冒险挑衅 坚决遏止外部势力 对台独活动的纵容支持 光讲维护台海和平 不说反对台独分裂 只会助长台独势力 斜扬谋独 铤而走险的气焰 必将给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更大破坏 光讲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不说支持中国统一 实质上是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大业 制造两岸和平分裂 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 没有人比我们更珍视维护台海和平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势力 以维护台海和平为由 束缚我们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手脚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 打着和平的幌子 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我们敦促美日等这些国家 恪守投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政治文件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对台独势力纵容支持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 不要站在14亿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玩火者必自焚 停止对台独立案 来 散诺 被宣似杀 被宣传